有朋友问我,柴哥做这个简易的无土栽培,最省钱的方法是不是直接在地上开钩,然后铺上一个无纺布,然后在无纺布里面放机制,然后进行栽种 这种方法是不是是非常好的,然后是最省钱的 实际上这个呢,我始终搞不明白,你铺无纺布的目的是干嘛的 你说你是为了杜绝和土壤接触以后,土壤当中的一个土传的病菌啊,病害啊,是侵入到这个机制里面去 但是那个无纺布是偷漆的呀,你浇水以后呢,水渗到土壤当中,土壤当中水分是肯定要高于机制水分的 到时候呢,机制稍微一干以后,然后它会有一个那个,就是咱们说潮汐原理嘛,是吧 它会随着毛细管以后,会进到机制里面去,水分进到机制里面去了,以后那么土壤当中的病菌啊,病毒啊 这些自然会跟着进去的呀,所以你防病是防不住的 第二个,你说防止根结线虫 因为无纺布这块,它是阻挡不了根系的,根系是可以穿透这个无纺布的 你穿透无纺布以后呢,因为这个根结线虫它是寻找根的 根在哪,它会直接过去的 所以这情况下,你根结线虫你也防止不住 第三个呢,就是你说防止反炎,是吧 你这个更防止不住了,用水分的话你防止不住 所以说反炎的话你更防止不住了 所以说你说你用无纺布是干啥用的,是不是 如果为了撑钱的情况下,实际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是用无纺布 你直接挖一个槽,挖好槽以后呢,把机制往上一填 就可以了,和无纺布没有任何区别 你家无纺布干什么呢,这种有点感觉就是出于脱裤子方屁那种感觉 有点严重了,所以说呢,做这种方法呢,肯定是不懂无土栽培的 就是,也可以说,做个理论还可以吧,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 还有